历经广泛争件 2014台南市十大创意商品正式揭晓 在台南创意中心举办颁奖典礼 邀请到台南市长赖清德 文化局长叶泽山 唐朝设计总经理胡佑宗 荣获金奖是有一位在巷弄制包20年的60岁陈碧莹女士 身为单亲妈妈的她 在儿女的提议下参加比赛 用台南人的纯朴及象征母亲温暖的一针一线 并运用黄色当作主题色 结合台南四处可见的老错元素 做了一系列的参赛作品 但是我那水瓶座的女儿 身性龟毛又完美主义 就一直拿放大镜看我监督我 所以我开始认真的用心的设计 想到什么元素才是台南的特色呢 我想是台南人的历情 纯朴 母亲温暖一针一线 和文化的古都 赖清德表示 希望能结合大台南各界的力量 用深远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资产 将台南打造为台湾文化的首都 让任何一个人来此地就知道台湾 也让台南人感到光荣 我有一个梦 身为台湾第一个城市台南的市长 我希望能够结合台湾市各界 将台南打造为台湾文化的首都 用最深远的历史 最丰富的文化资产 让任何一个人来到台南就知道台湾 让台湾人感到光荣 让台湾人产生认同 文化局指出会特别举办文创商品辅导座谈会 让得奖者能有机会将创意商品与委员讨论 希望透过群策群力 将台南文化商品推向全国市场 也让在地商品特色发扬光大 为国际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记者林游村台南报导 您好